我賣掉的是什麼樣的貨 在我的帳戶上面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在定期盤存置之下 我如果要去編我的損益表 我一定要實際去盤點 所以定期盤存置又叫做實地盤存置 因為我要實際上去盤點 盤點出來我到底還有剩下多少的存貨 當我買進來的時候我有進貨 我有進貨的街坊科目 我盤點的時候我買進了100個 我剩下30個 然後我就知道我賣掉的是70個 所以在定期盤存置 你的銷貨成本要怎麼算 要先知道你的存貨 要先知道你剩下來沒有賣掉的存貨 才能夠決定出你的銷貨成本 那永續盤存置呢 我不需要借由期盤點才可以知道 因為我帳戶上面隨時就可以看得到 我有多少的成本 定期盤存置是先決定出我的期盤存貨 我的剩下來盤點出來的存貨 然後呢才得到我的銷貨成本 所以這兩個不一樣 大家清楚了嗎? 好 所以這個第一個我剛剛講說 存貨我們要談的時候 第一個除了決定他的持有的目的 持有目的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去怎麼入賬 入賬我要有科目加金額 讓我的科目根據你的盤存制度 好 有些公司選擇定期盤存置 也是有些公司選擇有去盤存置 都可以 這兩個都是一般多的 快捷準則所停止的盤存方法 只是這兩種不同的盤存制度 自下主要的快捷存物不同 那因為他的快捷處理不一樣 所以最後也先出來的結果 問題也會不一樣 在定期盤存置 我必須先去盤點才可以知道消貨成本 而賬別盤存置 我不需要實際盤點才能夠知道消貨成本 因為我賬這上面 每次一賣 我就決定出我的消貨成本 好 運費的發生 好 進貨運費 好 這樣叫做進貨運費 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我的成本的加項 因為我說呢 我的入賬 存貨是我的一個資產 資產我入賬是成本原則 什麼是成本原則 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所以如果賣方報的價值 這個東西呢 是他的倉庫 我交貨的是FOB的勤運也交貨 那東西在他的倉庫啊 他的倉庫的門口啊 我要把它運到我的倉庫才可以 所以這段的運費叫做進貨運費 這個進貨運費 因為是我要讓我自己批貨到達我的 指定的地點我才能夠什麼 做後續的出售的動作的話 那這段的運費就是我持有這個存貨 這批商品的存貨 好 所以運費 在定期盤存置發生運費的時候 我是借進貨運費 代限進貨應付費用 當我編我的報表的時候 記得嗎 我們在編我的多戰士選意表 銷貨成本怎麼決定出來 期初存貨加本期進貨成本 本期進貨成本怎麼決定 本期進貨減進貨折扣 減進貨折讓你退回 加進貨運費得到本期進貨的成本 好 加上期出存貨就是 可供銷售商品成本 減掉期末存貨得到消貨成本 記得嗎 我們在講出快出之後講 多戰士選意表裡面就提過了 買賣業會計 那時候買賣業會計的選意表 就是定期盤存置的 會計處理可以解釋它的 好 那我們在講到存貨的時候 就告訴你說出過另外一種 它的快力處理方式就是可以採取什麼 永續盤存置 那用永續盤存置不代表 你是不用盤點的喔 因為我帳面上面的存貨的數量 是不是跟事實的實力上存在的一樣 我們要是什麼 要盤點才知道啊 所以如果帳上說我的存貨還剩下十個 結果盤點的結果剩下八個 那你要跟人家講說你的存貨剩十個還是八個 你報表上要呈現是十個還是八個 我再重複一次喔 我的問題 如果我的帳策上面說 我買進來一百個賣掉了九十個 好 所以我帳策上面的存貨還有十個 但是我去倉庫盤點 盤點的結果只有八個 請問你報表上面要出現的是八個還是十個 對 存貨的金額 好 八個嘛 因為什麼 事實上你最後能夠盤也只有八個啊 對不對 那不見的那兩個呢 就是我的存貨盤盔盔 好 那存貨盤盔盈其實都是調整我的消貨存在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先跳出來去講的這個問題 好 那我剛剛講說 這個要盤點才知道情況如何 這個也需要盤點 其實這個盤點的時候 可以知道它有盤 發現是盤圓還是盤盔 所以它可以做存貨 如果盤盔的數字太多不合理 它就要去做管理嘛 它就可以去做管理 為什麼會少掉兩個 假設這兩個一個單元都很高 為什麼少掉兩個 這個它就可以做管理 就去追蹤倉管人員怎麼做的 這個領獲的時候領獲的時候 有沒有出現什麼樣的瑕疵等等等等 所以它們內部管理上面的一個作業就可以啟動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談 這是我們的科目的決定 好 那我們要講說好 不管是我請我盤點知道幾個 或者是我永續盤存資 我每次賣掉幾個 重點我知道各 重點我告訴你啊 我會計處理的時候要我什麼 金額來入賬啊 我知道我賣掉八個 八個值多少錢 我知道我剩下十個 十個是多少錢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金額怎麼決定 全本流動假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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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們初愛已經講過 有三種 好 各別認定法 各別認定法 加全平均法 還有 好 這是加全平均法 因為它有分 好 平均法 一個 第三個就是先進先出法 好 缺穩的 全本的成本流動假設有三種 好 第一個叫做各別認定法 各別認定法 各別認定法比較少用 它用在什麼地方呢 用在單價高近或次數少的商品 好 各別認定法 好 通常比較少用它 因為呢 它適用在什麼樣的商品 它不是那麼普遍 適用在單價高近或次數少的商品 譬如說 藍寶結尼 就用各類的地方 你不會一次進100均法 你進了100均法 你進了100均法要放哪裡 好 所以你最多進的 三不五均就很多了 好 很多 所以你每次進貨的量不很多 為什麼這樣很多很多 因為它的單價很高 一步來保健就上千萬 一步就五千萬的量在那裡了 所以進貨的量會少 次數也會少 因為它不是那麼的平凡 所以價格很高 所以它銷售的頻率怎麼那麼高 好 這是各別認定法 另外一個叫做平均法 好 那平均法呢 為什麼我不直接講它的平均法 叫做什麼 因為不同的盤存制度 有不同的平均法的名稱 好 平均法呢 如果是定期盤存制 我叫做加權平均 如果是永續盤存制 我叫做移動平均 好 為什麼叫做移動平均 我每一次進貨 我就要重新去計算我的平均成本 每一次進貨 我就要重新去計算我的平均成本 所以我的平均成本 在這段期間假設一個月或者一年 我的移動平均 我的平均成本可能很多了 因為每一次進貨 我就要重新計算它的平均成本 所以它的成本平均成本 是一直在變種 就是一段平均 那加權平均呢 因為是一段期間 一期盤存制之下 我現在有加權平均 因為這段期間 我整個買進來的商品的成本有多少 去除我這次買進來 這段期間買進來的數量有多少 得到每一個平均單價 然後我剩下幾個 剩下十個 對 十個去乘上我的平均單價 其他就是我賣掉的消貨成本 所以這個叫做加權平均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先進先出法 好 先進先出法 不管你是有均盤存制 還是定期盤存制 你算出來消貨成本 跟期末存貨的金額會完全一樣 好 移動平均那個平均法呢 當然你是定期盤存制 跟有均盤存制 你的存貨的金額不會一樣 因為你的平均成本不一樣 就是先進先出法之下 不管你是定期盤存制 還是有均盤存制 你的存貨的金額都一樣 你的期末存貨金額都一樣 代表著你的消貨成本都一樣 好 只是在有均盤存制 就是我是每一次賣掉的消貨成本就加起來的 得到我這段期間的消貨成本 好 那一期盤存制是 我這段期間的消貨成本是 從期末盤點出來的數量裡頭 去決定出我期末金額之後 才去得到我的消貨成本 它的順序不同 這個是先知道期末存貨才知道消貨成本 這個是不需要的 我的消貨成本直接在帳策上面就可以知道 好 這樣清楚嗎 你剛才跟我講十一點誰要來頒勸 都講得很緊張 在門口嗎 你去叫他們進來 不要再用頒勸 因為我們待會兒就要開始講 這個盤存制 好 大家換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